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两国艺术交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决赛当天进行了钢琴 萨克斯 声乐三个艺术项目的角逐 由来自中国的30位选手和美国的30位选手同台竞技共同交流 评美根据选手的现场表现 打分角逐出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 我们是来了30位选手 比2016年我们来的时候多了十来位小朋友 这次我们带出了更多的项目过来跟美国的选手进行交流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们 希望能够成为艺术 和音乐和歌词 我曾经有机会与其他人与其他人昨天 他们都很精彩专业 他们都很努力了 他们都很努力了 我认为他们很增长了 我们今天听到他们听到他们 我喜欢所有歌手 他们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给他们 我看见中国人和全世界 来演员给我们来演员 所以我真的有很棒的时间 来自世界音乐界最知名的音乐人和艺术家 Michael Picker Joyce Nareva James Bairn 和Rob Wilson 担任评委 艺术没有国界 然后也音乐是没有语言的 所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 钢琴 Sax和声乐这些项目 然后能够来互通 友误 然后增进友谊 这个是我们大赛的宗旨 所以呢 也希望就是社会各界的朋友们 能够关注我们的比赛 我们两年之后呢 还会有新一届的比赛 华夏电视台记者 Viria是采访报道